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旅居台灣的林夕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 發表了一首改編歌詞 送給流亡在英國的羅冠聰 這首改編歌詞的原曲 是黃飛的約定 其實那首歌詞 也是林夕本身自己的作品 當這首改編歌詞發佈後 當然在網上得到大量詞迷的追捧 後來羅冠聰看到這首歌 就以同一首曲做了三次創作 回贈給林夕 不過這個在文學上的互動 似乎招致大陸方面的不滿 在今早 央視新聞有一篇文章登了出來 就是對於林夕作出了無情的撻伐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央視這篇文章標題叫做 成功的作詞人林夕 卻獨獨誤解了光榮一詞 裡面首先以林夕 改編了一首歌詞 給羅冠聰作為引子 裡面批判林夕最近 跟港獨搞在一起 還說他 對於這個光榮和污點 是有所誤解 到底他的立論是什麼呢 裡面就提及到 說在2015年的時候 林夕就被人爆料 說他出席港大一場講座的時候 曾經說過 為著北京歡迎你這首歌填詞 做了一趟官方喉舌 是他的人生污點 另一件事是什麼呢 在2019年的時候 林夕就跟台灣某個樂團 共同創作了雙承記 來暗奉香港 並且在採訪的時候表示 自己填詞的歌曲 在大陸遭到下架 被一些節目隨名 是一種光榮 實際上這件事就是 在去年的時候 林夕就已經遭到了大陸的封殺 逢他填詞的歌曲 在大陸的網上音樂庫當中 一手都找不到 因為要封殺他 就算在一些 演唱節目當中 那些歌手要選到林夕填詞的歌曲 在填詞的一欄 都要寫著日明 就不是寫著林夕的 日明即是不知道哪鬼的填詞 這一種做法 其實 對於林夕來說 有沒有一個真正的損失 我都很有懷疑 因為 當林夕填詞的歌曲 在大陸的網上音樂庫當中 猛地被人播放的時候 究竟林夕所收到的版稅是多少呢 若然他收到極少的版稅 又或者根本一元都收不到的時候 你封殺他的歌曲 和不封殺他的歌曲 請問有什麼分別呢 除非 大陸真是按照著 知識版權的 法例法規 給林夕相應的版稅 每年是七八位數字 這樣就另作別論 但是我沒有聽林夕提及過 說他有版稅方面的損失 所以 這件事到底 對於林夕來說 是一種恩惠 還是一種損失 都誠而問 好了 這個文章裏面又說到 顯然地 優秀的文字工作者林夕 對於污點和光榮這兩個詞的解讀 是大錯特錯 光榮有兩個基本含義 一就是做了一些有利於人民和正義的事情 而被公認為值得尊敬 二就是榮譽 至於污點 所指的是不光彩的時跡 那我就不會對於 這篇文章裏面所 解說的光榮和污點 是有所質疑的 的確是這樣 但是你不能夠 質疑林夕認為自己的歌曲 在大陸被人下架是一種光榮 他可能真的覺得是榮譽 至於他提到幫手官方喉舌歌曲填詞 是他人生的污點 你怎樣來控制他的感覺 他可能覺得這件事真是不光彩 這篇文章正好就反映到大陸那種思維模式 不單是要嚴控人民的意識形態 而且連人民的感覺和情緒都要控制 你不讓人這麼想的 是不是 接著這篇文章還繼續說到 林夕多年以來一直都參與政治運動 又說他為一些佔中歌曲填詞 又說他在《蘋果日報》撰寫專欄 批評和嘲諷大陸 接著就開始上綱上線 就說林夕的所作所為 與中華民族利益雙倍 與中國主流民意相反 於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害 有哪一點跟光榮沾得上邊呢 說到沒話說 又拿民族大義出來搭人 最搞事他就說到中國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是要通過科學數據來驗證 大陸可以搞民意調查 這裏就有些多少政治不正確的成份 就算你說香港 要宣稱特區政府已經獲得了主流民意 做些什麼什麼 都要做一些親政府的民調機構出來 不斷統計一下數據 才有個數字出來得出說是主流民意 大陸可以做嗎? 民調可以做的嗎? 真是離譜 接著這篇文章就說到 說從林夕對於光榮和污點顛倒黑白的解讀 乃至近日他和羅冠聰的虛偽對話 激起了無數人的憤怒 林夕自認為在做光榮的事 但大多數香港市民眼中是污點 很多香港網友說 還稱之為精神病患者送給逃犯的一首歌 這些又是以他自己的個人意願 來凌駕香港人的民意 有很多香港人認為 要對於林夕是憤怒嗎? 很多香港人認為 林夕真的是污點嗎? 有沒有做過統計? 有沒有做過調查? 老毛說的 沒有調查研究 就沒有發言權 不斷以打算大筆一揮 就可以說到 香港人對於林夕是有憤怒的情緒 認為他是污點嗎? 真是在做夢 為何林夕是可以創作到 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出來呢? 這個是跟香港的時代背景也是有關的 當然 林夕本人有非常高的文學素養 只不過空有文學素養 而沒有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 是沒有用的 如果他不是單身在香港的時空 而是當時他在大陸的話 基本上就算他多有料都好 他都不能夠發揮出來的 在大陸這些這麼局促的環境下 能夠創作到優秀作品出來嗎? 你不就只能在旋律上發揮 在歌詞上 每個人填詞都一定會有自我審查 即使跟政治無關 跟時事無關也好 就算要表達個人的情緒情感 他們也要想清楚才可以發佈 不知道會觸犯之下的紅線 所以這篇文章正正正正在事 這個 kids 對啊 連個人情緒 個人情感也就是說要控制他的 更何況是一場面向十幾億人的流行曲 根本正從中共成立以來 都是對於文藝創作 有一個非常大的限制 這是客觀的事實 一定要通過審查 在這種創作環境中 你怎能夠產生一個偉大的填詞人出來 不是說香港的填詞人特別厲害 特別文化素養高 大陸一樣有這些人 十幾億人當中找不到一個人出來 為什麼? 就是因為環境 扼殺了他的創作 你怎能夠寫出好的作品 船頭要害怕鬼 船尾要害怕賊 寫錯半句話 分分鐘還要惹禍上身 所以在這樣的創作環境下 就算被那些人勉強做到一些作品出來 那些作品都一定是劣質的 因為他又要左想右想 左改右改 反正就要符合政權的要求 這些作品根本上完全沒有文學價值 反之大家可以看看 廣東的流行曲 在香港的七十年代中期 開始是興起的 由許冠傑帶起 因為當時他身為一個港大的畢業生 他也唱廣東的流行曲 重新奠定廣東歌在香港樂壇的地位 當年正正是有一個自由創作的環境 才能夠孕育到這麼豐富的作品出來 當時那些填詞人寫完的歌以後 最多就派上電台那一處 當然有部分作品 比如說《壞女孩》這些 當年的赤道比較保守 就說是禁歌而已 但是一般的歌曲 說鬼知你 會不會有一個文化部出來做審查 會不會有些官員出來指手畫腳 說這件不行 那件不行 當時那些填詞人 黃老尖那些 會不會寫一首歌出來 就是會阻改右改 是為了符合政權的要求 就算他真的有修改 都是為了提升自身作品的文學水平 現在你這些文章在批評林夕 有什麼資格批評林夕 我真的想請問 這些人完全 從頭到尾自出生以來 都沒有一刻可以寫過一篇文章 是有自由意志之下寫出來的 寫任何東西都是要黨八股 寫任何東西都是要政治正確 你知道林夕有多少東西 你知道這個創作環境有多少東西 彷彿就像一個幼稚園的學生 有指著博士的鼻子罵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